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 随着俄罗斯在打击乌克兰一周年之前加大施压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泽连斯基在他的夜间视频讲话中称顿涅茨克地区的情况 非常困难战斗非常激烈 但再难再大的压力也必须忍受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保卫自己并赢得胜利 他表示 俄罗斯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以弥补2022年的失败 我们在前线的各个战场中看到了这一点 也看到了信息方面的压力 顿涅茨克州州长帕夫·洛基里·廉科表示 在德鲁日基夫卡市和阿弗迪夫卡镇 极其郊区的火箭弹袭击中 有五名平民受伤 巴赫木特正处于激战之中 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负责人 叶夫根尼普里格任指出 乌克兰军队并没有撤退 战斗在东部城市的北部地区继续进行 普里格任在一份声明中称 每条街道 每栋房子 每个楼梯间都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他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战斗到最后一刻 哈尔科夫地区州长奥列格西·涅谷伯夫表示 一枚俄罗斯S-300导弹 落在哈尔科夫市一座公寓楼附近 造成四人受伤 一枚导弹击中一所大学的大楼 造成一人受伤 宁可乐 宁可乐 到这期了 始至早前